大家好,欢迎关注发芥术食 今天我做一道清香味油腻的肉香土豆 准备的食材有土豆,胡萝卜,葱和肉 土豆去皮,切厚片 上锅蒸15分钟 把肉剁细 再剁点葱花,姜末,胡萝卜 打一个鸡蛋,加适量的盐,胡椒粉 蚝油,花生油,搅拌均匀 土豆蒸好了,压成泥 和肉馅和在一起,搅拌均匀,即可做丸子 也可加两勺淀粉,增加粘性 把和好的馅圆成小团,放入盘中 做好了上锅蒸10分钟 再来调点汤汁 碗里加半碗清水 一勺白糖,少量的味极鲜酱油 一勺淀粉,搅拌均匀 丸子蒸好了,出锅 把调好的汤汁烧开 撒点香菜,把汤汁淋在丸子上面即可完成 肉香土豆丸子这样做鲜香美味 香而不腻,非常好吃 老人孩子都爱吃,您也试试吧 喜欢就请加关注吧 点赞,转发,感谢大家